现在我其实都不能讲某个品牌汽车的电池了 但是今天又有五台电池包 同时拆下来了 那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的眼睛 怎么看待这款车的电池 这款是北汽汽车电池 跑了20来万公里 没有一点的骨包 虽然它也不是宁德时代的 它是用的普莱德的电池 你看没有 上面光亮如新一点骨包 没有对不对 有没有还没到电池包边界 你就看到了 这个电池十足已经50% 已经出现骨包了 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品牌吧 这也是一台开了接近30万公里的哪吒汽车 电池是出现了衰减 续航不好了 但是所有的电池看过去 没有一点的骨包 也是光亮如新 它只是由其中一组的电池衰减 而导致续航不足 维修起来也很简单 这个电池底壳 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 吉利汽车这电池底壳 你看没有 电池也全部搬下来了 不是我说 你们自己看 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 它一点电池没有骨包 这又是我们漂亮好的电池 也是电池骨包 导致排线拉断掉 兄弟们 一个车是偶然 两个车也是偶然 那三辆车四辆车 都出现你这个品牌上面 你觉得也是偶然的机会吗 兄弟们 接下来你们应该知道 怎么选择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了吧 好吧 谢谢大家